哈喽,大家好,我是二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制粥黑鸭的做法 自制粥黑鸭看似复杂 但是只要记住这个调料笔 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搞定 压或冷水下锅 加姜片,尿酒,焯水 捞出来清洗一下 再来准备大料,香叶,生姜,白籽,白蔻,桂皮,甘辣椒,冰糖,花椒,甜面酱,生抽,老抽 最后再来一罐500毫升的啤酒 这里是两斤压货的配料笔 洗净的压货放进锅里 家人摸过食材的清水 再把准备好的配料放进去 盖上盖子,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40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,打开盖子,开大火收汁 美味的自制作黑鸭就做好了 鲜香麻辣,超级入味 我们在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搂自己喜欢的鸭火 还可以做一些藕片,海带,豆制品都很好吃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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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